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1日 星期一 這節繼續 John Connor 跟大家探討不同的時事 近日 近兩天 最多人談起當然就是達叔 達叔是2月27日 因為肝癌 惡化 就是離世 昨天也做了一個回顧系列 說達叔的演藝事業 跟周星馳 勇闖電影業的高峰 再到後來就跟 周星馳 也 分道揚鑣 所謂分手 今天就看到一些 很有趣的討論 在研究到底 吳孟達 達叔 到底 會不會是中共黨員呢 另外還有很多討論 討論到底 應不應該 悼念這個 吳孟達 事源這個央視 在吳孟達 離開了之後 立即 出post 說要送別 吳孟達 還要再加一句 你是永遠的 無其手 所以這個問題 絕對給大家 想像中複雜 從 多個不同的角度 去討論一下 詳細說之前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黃金二部曲 如果方便 訂閱我們的Patreon 訂閱了朋友 以及其他的朋友 盡量繼續支持我們的 YouTube 繼續支持五部曲 記得按LIKE 記得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出去 以及介紹給朋友 記得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以及用Google account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提醒大家 別那麼懶惰 一定要用你的Google 戶口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而後備頻道 也會有廣告賣 有時間幫我們去看廣告 記得 記得 可以用無限loop大法 可以用無限loop大法 這個央視就是選擇送別 不難達 還要補多一句 方死 方死去不死 你是永遠的護旗手 而達叔 生前最後的一條微博 亦都是被 被人推了上來 推了上來去公眾面前 那條微博是甚麼呢 寫著甚麼呢 原來就寫著 我是中國人 五個大字 央視就去定調 說這件事就引發大家感慨 說藝術無國皆 藝術家有祖國 央視繼續引述 這個就是2019年的8月 面對 有暴徒在香港把國旗 刁進海中 這件事真的要再說 這件事真的做得相當之好 再給他一次 再給他一個讚字 央視新聞發佈微博話題 五星紅旗有14億護旗手 置頂了 網友紛紛留言 在這裡轉發微博 表達熱愛祖國 互惠國旗的感情 這裏也不厭其煩 再跟大家說 愛國 是一個 虛無的概念 到底你愛的 是甚麼呢 你口中的中國 是不是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口中說的政權呢 中國到底要怎樣定義呢 中國包含哪些民族呢 中華民族 56個民族 你可以說到多少個出來呢 中華民國是不是中國呢 每次要說自己愛國的朋友 都不妨把剛才那些問題 請你認真想一次 所以再說一次 這個政權最喜歡 就是把這些問題 模糊化 因為希望 去管治的這一班人 這班所謂藍絲愛國小粉紅五毛 對這些概念越模糊越好 最有效的統治也是莫過於 不單止不需要向他offer 不需要向他提供任何 剛才所說的 一個 中國夢 有甚麼經濟增長 要稱霸世界 連夢 都不需要比 最好他就是 對你 毫無條件 盲目的愛 盲目的愛對於他來說 對於管治者來說就是最理想 最高階段的一個統治 所以你愛得越模糊 他的管治就越輕鬆 甚至乎 叫你愛到愛到 愛他愛到就是為他犧牲 將你一切無條件奉獻給他 那麼這個 就是最高階級的一個統治方法 我們不得不 懷疑一件事就是 這個權力 這個政權 其實他是死人 也不會放過 即使吳孟達 達叔離開了 其實他也要把 他的 最後那些所謂政治能量也要拿乾 整篇央視的報導可以說得上是荒死 那些人不知道他 擁護這個政權 又或者這麼說 經由大內宣 宣揚一個 有所謂藝術成就 演藝人 如此 激烈地愛國 關於達叔 是不是中共黨員這個問題呢 原來他曾經 在微博那裏貼五星旗 也自稱 我是中國黨員 感嘆好 當時原來的新聞就是北京閱兵 微博貼五星旗 吳孟達無好 我是中共黨員 大家都知道 其實所謂香港人 一直都是不能夠加入 中國共產黨的 除非根據 桌面的規矩 桌面的規矩就是香港人不能夠 加入成為 中共黨員 除非他徹底放棄香港的身份 這個就是官方的制度上 擁有的事 桌底另外還有一種人 就可以是香港人 同時 就是中共黨員 那個 就是地下黨員 地下黨員就不是你拿一張申請表 你說我 讀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 就可以加入 地下黨員 做的事就是等於做間諜工作 換句話說 就是有間諜 組織 所謂你的上線 看中了某些人 推薦他入黨 才會成為地下黨員 這個中共的地下黨員 大家都應該很熟悉哪些人 或者哪些人 疑似是 包括 前特首梁振英 包括 現在的林鄭月娥 也是相當之 令人懷疑她是地下黨員 根據地下黨員的規矩 就是地下黨員必須 否認自己是黨員 所以換句話說 根據吳萬達如果在微博上出了一個post 就說自己我是中共黨員 你就可以排除了 他是 地下黨員的可能 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違反守則的行為 如果他是地下黨 當時是2015年來的 根據明報報道 當日 北京舉行閱兵 70週年 所謂抗日勝利70週年 當時 孟達達叔在閱兵儀式 開始不久 10點多就出post 在微博上貼了一張五星旗出來 寫著 熱烈慶祝 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 祖國萬歲 也留言說 自己我是中共黨員 但是後來他就再發post 去澄清自己不是中共的黨員 說自己是 轉發 其他人說的話 從這幾個行為 去判斷 我們反而會認為 吳孟達並不是中共黨員 反而他正正就是這個政權最喜歡的那一種 被統治的人 就是無端端 展現出 無彼的愛對於這個國家所謂 對於 吳孟達作為護旗手 離世之後再被央視高度肯定 大家應該要 怎樣去看 怎樣去對待這件事呢 我知道Tony 很有看法 也會開一節 說這個話題 這裡也要說 如果大家參與2019年的 抗爭 當然 根據如果原則性地說 如果原則性地說 護旗手當然就會是香港人的敵人 但是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當 吳孟達 做的護旗手的行為 是在微博那裏發一個post 不是真實火彤一大堆 所謂藍絲和愛國分子 出來襲擊 香港的人這樣去護旗 那種所謂的護旗 組隊出來搞人的那種護旗手 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另一個問題就是剛才所說的 央視對於 吳孟達 死了之後還要追加一個死亡之吻呢 我看完之後 其實真的有一點心寒 你會再一次看到這個政權 絕對是死人也不會放過 一定要 將他 拿到肝為止 要變成 大內宣維穩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昨天也說起 吳孟達的生平 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 就是大部分 這十幾年的時間 都是回到大陸 拍戲 在2014年的時候 也是因為 有病就進入醫院 當時就已經 誤傳他的死訊 當時 周星馳 也有說 找他 邀請他出演 這套美人魚 但是當時 孟達就說他身體情況欠奸 拒絕了 出演美人魚 從種種的客觀證據去看 吳孟達除了所謂貼了戶旗 出來之外 其實他真真正正參與香港的所謂政治 討論 基本上 就是沒有其他 reference 可言 根據所有的新聞推測 其實 他在2019年根本身體已經相當差 俗語也有說了 所謂死者為大 我們一般人普遍相信甚麼呢 一般人通常 普遍相信一個人離開之後 就可以把很多東西放下 不過剛才所說的有一個前設 假如那個人 是政治人物 是當權者 以上所說的法則 應該就是 不適用 所以換句話說 假如那個人是當權者 一直都是所謂搞政治的 不代表他離世了之後 就可以把他的所謂 罪行一筆勾銷 普通人 普通人一般來說 我們普遍相信 就是會當作可以一筆勾銷的 所謂一筆勾銷 當然也視乎 那個程度 每個人的看法 也可能會有差異 對於如何勾銷 其實做了很久討論 之前也說過很多次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不同的人 對於 不同的抗爭 其實有不同的成本 這個也好像討論過很多次 正如很多公務員面對著政府 其實 一有些人會選擇離開 二有些人會選擇會繼續宣誓 留下 以繼續對抗這個政權 其實我們是不是可以 稍為聯合多一點的力量呢 其實 本身我們的力量也相當之單薄 之前也說過 之前也說過 我們能夠戰勝對方的領域 其實真的不多 道德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中一個領域 不得不提防大內宣 的殺傷力 他用每一個字眼 都是說話最好聽 其實就是為了 所謂說話好聽 不只是好聽 真正的目的說話好聽 為了想搶佔你的道德高地 而我們就不是要說話的道德高地 是一直都在拿著 道德高地回來 如果在這個領域上會搶輸給他 其實我們又會 在競爭場上又會再落後一點 到底是不是可以稍為對於一個 不是太過高度參與政治的人 寬容一點呢 這個就是我認為是應該可以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討論到這裡 拜拜